看一下這是1號對不對 對 給大家看 這是 這是兩天前的 兩天前的 怎麼吃起來差不多 那剛剛那個呢 差別超少的 好 來 這個也來宣布一下 來 看得到嗎 所以2號是今天做的 可是口感跟1號一樣 1號是一樣的 差不多 是不是 它的麵包不會被風乾 然後也不會被濕度所影響 它的風乾 那我們去麵包店買了就不可能 對不對 因為它是開放式的 麵包店買的一定要當場 馬上就是今天會吃完 那就是買個場 那個剛出爐的感覺 然後其實如果說像我們有時候 隔天有小孩要趕著上課或幹嘛 其實是吃這個比較安全 是的 對 比較安全 而且它這個 因為妳是包裝的 它沒有辦法說再去烤過 對 加熱讓它蓬鬆回來 沒有 沒有 無法作弊 不賴 真的很不錯 原來有這樣的方法 是的 以後知道突然不出門的方法 前一天先去買好 對 你也不用 那天早上還要很急忙 跑到便商店 而且因為選擇太多了 對 你就可以 小朋友今天想吃那個麵 想吃 你也可以買好幾種 就放在家裡 這兩三天的早餐 你都解決了 但是重點來囉 對 你不要以為過期了還是這樣喔 你還是要遵照上面的那個 有效期限 當然啦 好不好 對 它有一個期限問題 對 不過陳主任 一般這種包裝的麵包跟那種 麵包房 烘焙房的麵包 到差異點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比較衛生 一般我們有看到麵包店 有些比較好 它還會用那個塑膠布 透明塑膠布割住 然後手要伸進去拿 那有一些都是開放的空間 但大部分不是那樣的 大部分沒有 大部分都沒有 大家在聊天 你要吃什麼東西 它口水都噴著著 因為在選麵包的時候 口水會分泌很多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要去量買吐司麵包 有沒有 因為吐司麵包是裝好的 所以說有時候這個 市售麵包買回去 比較容易發霉 可能就是這些因素 因為它沒有跟空氣間 空氣的那些微生物做區隔 那這個是有做區隔的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都認為說這個是 有去參觀過麵包工廠嗎 你是說一般烘焙的 還是這種包裝 這種包裝 沒有 沒機會 烘焙都是用 我們看起來都好像覺得是 就在廚房 師傅做的 那大家都認為這個是機器的 一個一個這樣 機器人去做的 事實上不是 他們也是師傅去做的 所以他們也是手工做出來的 那至於說為什麼 真的嗎 不是機器喔 對啊 不是 不是機器 當然這個有烘烤的時間的控制 那當然是機器控制 自動化 包括在麵糰的揉製 還有一些醒麵等等 都是由師傅去控制這些條件的 那跟麵包房的話差別就是 麵包房可能就看師傅當天的心情 對 當天 有時候還考不熟之類的嘛 早上一起床跟老婆吵架 就算麵包怎麼帶口味也喜歡 真的 那至於說剛剛大家都認為說 這個過兩天或過 昨天買的 差異不大 差異不大 那是為什麼呢 因為它最主要是把它隔絕 跟外界的空氣做隔絕 那它裡面可能是 它比較不容易氧化 再來就是它比較不容易蒸發 水分不容易蒸發 所以可以保持在出廠那時候 出爐那時候的一個質地 有道理 我倒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至於說整個製作流程方面是 這一種麵包是比較衛生而且安全 而且我發現它包裝上 其實標明得很清楚 有什麼樣的成分都在上面 對 一般的烘焙房是不可能有這種標準 對 日期也標得非常清楚 對 那可是其實一剛開始 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你這個可以擺兩三天 會不會就是因為你上面有 裡面有放防腐劑什麼的 這個是最多人有疑問的 大家都認為放很久的東西 有防腐劑 所以罐頭有防腐劑嗎 沒有 罐頭沒有嗎 罐頭實際上不需要防腐劑 因為這些麵包它已經經過烘焙了 然後裡面有一些 做一些空氣的控制 那個落菌量的一些控制 所以它根本就不需要有防腐劑 基本上來講很多東西 我們都認為它可以保存比較久 或保存很久的東西有防腐劑 事實上不然它有一些技術 可以使得這個細菌 在這個裡面不容易吃 可以吃起來 對 怎麼會這樣 不好意思 我們很認真在聽主任講話 對啊 還會吃一集 還會沒理由 而且反正這種年齡 你選這個 我都選紅豆麵包 紅豆的啦 你老公的早餐 不是 你把它吃掉了 不是 因為我只是想比較看看 是只有鋪肉麵包這樣 還是其他的也是這樣 沒有 應該都一樣 因為它也是膨的 對 是不是 我想說吃看看它的口感 而且還要料超多的 對啊 這真的還不錯 那口感是可以的 我要吃紅豆麵包 代表我是年輕人 我爸爸也愛紅豆麵包 對 硬拗就是了 不錯耶 小孩真的會愛 對啊 很好吃 不會說太甜了解 好 謝謝白龍 好松懶耶 謝謝 不過剛剛我們在講這個早餐 它有一些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養成分的組合 那這個比例上的調整 洪醫師 如果我們要吃一個健康 醒腦的早餐 應該要怎麼搭 我先講幾個原則 讓媽媽自己去搭配 好 第一個一定要有主食 那主食當然是 就是一些碳水化的澱粉類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葡萄糖 是我們最主要的早餐 小朋友要學習 要有一些葡萄糖的 熱量的一個來源 那這個大家可以選擇什麼燕麥 麥片 麵包 這些都叫做主食 第二個我們講說蛋白質非常重要 那蛋白質主要 我是覺得因為速度要快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用液體的蛋白質 我是接一個 剛剛很棒的一個叫無糖豆漿 其實還滿不錯 牛奶也是一個很棒的牛奶 那小朋友要不要給他低脂牛奶 我倒覺得不見得 現在小朋友事實上 他們的那個新陳代謝 脂肪能力都還滿強的 全脂牛奶都沒關係 牛奶是一個很棒的礦物質 還有一些蛋白質 必須按基酸的來源 第三個我們講說油脂 他們是不是可以 完全不需要吃到油脂錯 他們一定需要油脂 那油脂我們還是希望 它主要是以那個不飽和脂肪酸 動物性的 你說吃一個漢堡的肉 那個可能就是 它的飽和脂肪酸就超過了 會太高 膽固醇高 那我們可以 其實什麼叫不飽和脂肪酸 當然我們很多的那個堅果類 比如我們講很多堅果類 麵包其實有一些 加堅果的 加芝麻的 這種不同的去調配 是 雖然王老師那個早餐 海苔捲是備受歡迎 但是也不能每天都吃一樣的 沒錯 有沒有辦法再來搭配一些不同的 對 其實因為我自己 也三個小朋友 所以要變化 就像你講的交叉組合有沒有 一個要這個 一個要那個 一個要那個 我們就想想 小時候都在讀書嘛 國中 國小 都要希望他有沒有 專注力好一點 所以有時候我會建議大家 可以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 你骨麥豆跟肉 就是蛋白質的來源 你可以把它打成一杯 所以骨麥豆都可以 你可以用一點 還有不一定要肉 肉是我們可以如果是吃 固體的早餐的話 我們如果打成一杯的話 我就是把它骨麥豆 打成一杯精力湯 像我們可以用一點麥片 加無糖豆漿 加一小把堅果 對 OK 那如果你有時間 你可以用一點糙米 昨天吃剩的糙米 我四股飯 我們就可以打一杯 那這樣的話 再搭配一點水果 這也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但如果是上班族呢 一樣 你就打一杯 那你就可以吃一份水果 你可以半根香蕉 如果你趕時間 這是吃不飽是不是 還要吃不飽 你有沒有想到這個 水果會不會餓得很快 那另外一個 不然就是你可以搭配一顆飯糰 或者是一個饅頭夾 像一個麵包或饅頭夾一顆蛋 這樣的話你的保住感會比較夠 應該不會是結板麵這種 對不對 那太重了 講不講太重 就是說早餐 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要提神醒腦的話 以營養素來講 你好的營養素 像維典B群 Omega3 這種不好好的脂肪酸 都是跟神經有關係的 像一些鎂 鈣 這個甲 離脂 都是對神經 我們的這種wake up有幫助 跟你喝濃茶 或者喝咖啡 是不一樣的 那是這種刺激的 所以那種刺激都是 短下 對 一下子而已 治標的 對 治標 你可能沒辦法長期 所以我們鼓勵這樣吃的話是 讓身體慢糖 因為你吃太多這種所謂的 太精緻的這種澱粉 或者糖類的飲料 你會發現血糖很快 一下會掉下來 你也是嗨一下 一下就掉下來 所以這種顴骨類的東西 可以讓你慢慢嗨 嗨久一點 你的這個精神會比較好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養顏美容好順暢天 這個早餐 要來問看看大家 這個題目是 早餐吃水果可以養顏美容 助於排便嗎 來